這個來賓都已經看過很多 都已經看過這個美麗境界這個片子了 OK 那當然沒有看過的也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會稍微聊一下 那美麗新世界是我們人類未來的一個目標 我們希望以後我們大家過得很快樂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人類的未來真的是這麼好嗎 我們人類真的是往好的方向去演化嗎 OK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可以從我們現在研究賽局理論 而且賽局理論在我們人類演化上面扮演的角色 得到一些啟示 所以這是我今天要聊的話題 那先不要聊太硬的 來來來來這個影片 剛才朱老師說很很早了 還真是早啊 2001年我這樣一看我考15年前了 所以呢要現在看到還不大容易 不過真的這是很好看的片子 只要看他得獎的這個經歷就知道有沒有 看到74屆奧斯卡吉祥小 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劇本 blahblahblah得了一堆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片子是一個傳奇電影 原則來講他們有嚴格的 follow真實的納許這個數學家的一生 他有一些改編 但是呢還是抓到那個精神 是一個非常好看的一個片子 所以如果沒看過的我去推薦看一下 那有一個梗 其實你看的時候你會注意到那個梗非常精彩 我這邊就不爆梗了 跟納許他本身本人的這個 他一生的背負的這個煩惱有關 那這樣把這個片子裡頭把它拍得非常精彩 好 那我們講說他是洛貝爾獎得主 然後他是個數學家 那這邊我來聊一下他的生平 在電影以後還沒有講出他的生平真的過程 他的現在還活著 納許現在還活著 現在年紀已經很大了 這樣算起來的話已經八十幾歲了 那現在還健在 那這個講到這種天才的科學家 少不得要介紹一下他的國天才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國天才 他高中的時候就在修大學課程 然後呢進去了這個大學的時候 他常常是念卡內基學院OK 三年就拿到碩士了 人家進大學以後是念大學 他直接進去念碩士 然後他指導教授推薦他去念哈佛大學 結果一句話 這個人是天才 我看我後面還弄這麼酷的推薦信 只要一句話這個人是天才 那後來他也是沒去念哈佛大學 因為離他家更近的普里斯頓 給了他豐厚的獎學金 爭取他去念普里斯頓 所以他真的去念普里斯頓了 然後呢我們看到天才有多麼給人家壓力 來來來 他去普里斯頓OK 拿到普里斯頓的博士學位 你看到他是1950年就拿到 他是1928年出生 22歲 22歲 人家22歲是大學畢業 他22歲是拿到博士學位 OK 而且他的博士學位的論文裡頭就28頁 現在大家也知道 以後剛剛論文大家都比後的 他就寫了28頁的論文OK 然後呢他就拿到他的博士 而且呢其實有一個重要的概念 就是所謂的納許均衡 等一下我們會聊到這個概念 那他在1994年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 那大家知道這太常講的笑話 為什麼數學家都是拿經濟獎 因為諾貝爾沒有數學獎 OK 所以很多偉大的數學家 因為他們的數學理論對經濟學也有相關的貢獻 結果導致他們得了經濟獎 雖然大家會認為他是個數學家 而不是經濟學家 OK 好 所以納許的一生當然多彩多姿 然後他的這個對賽局理論的貢獻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聊一下賽局理論 那美麗經濟的這個片子非常好看 再一次推薦給大家看 那我來聊一下 我們今天要講人類的大未來 來自於剛才朱老師也介紹了我 不務正業的情形 所以呢 其實我常常被人家問 人類的未來怎麼走 雖然我覺得人類的未來實在給我來回答 實在是給我壓力太大了 不過呢 還常被人家問 這是有一個台灣的雜誌叫做曹仁悟的 他找了十位這個學界的學者來聊一下 人類的未來 那這些學者通通說曹就有點不務正業 都是常常會看一些科幻片 或是動漫畫 然後從裡頭 因為我們曉得科幻片 和科幻這個動漫畫 很多都是講人類未來的狀態 他剛剛我們還沒從裡頭得到啟示 而且呢 這些啟示是不是有科學上面的證據和背景 OK 找了老師報告高永泉 就是台大的教授 還有這個中研院的王大環教授 這樣一路下來 我剛好有幸也被抓進去 那看我一步擺了一步 莊博做樣子 其實是偷拍的 那時候我只是在思考晚餐要吃什麼 OK 忽然被造了一個好像很嚴肅的話 OK 好 在那裡頭 其實我們也聊了很多 我們人類的未來會長是什麼樣子 那anyway 剛才朱老師也介紹了 因為我的不務正業 以後也許有機會 這是我在很多場合的另外一個演講 今天不講的 以後有機會可能講就是超級英雄的物理學 從動漫畫和科幻電影談物理 那這個以後有機會再說 但是我們今天還是focus在 我們如果只談從賽局理論來談人類的未來 OK 我們有怎麼樣的切入點 來 先來講 賽局理論的概念的啟發其實是說 誒 世界上人與人之間有充滿了太多的賽局 這個賽局講起來好像有點文粥粥的 以英文來講的話就是game OK game 一個遊戲 一個兩個人 處在一個可能要互相競爭 互相對立的一個立場 比如說像這邊 有一個蛋糕對不對 然後蛋糕的話 這個有兩位 我拿著加菲貓 跟他的好朋友O.D.來指令 他們如果要分這個蛋糕 你要怎麼分 OK 那當然啊 就物理學家來說分 這個 你說切蛋糕切下去 總共切了會不準嘛對不對 所以最好 如果我問物理學家他會說 乾脆把它打成汁 哈哈哈哈哈 然後量重量所以乾脆 不過這個東西當然不會是個好主意 蛋糕打成汁 那你絕對 絕對沒有人要想要吃了 那蛋糕如果要把它對分 要合 要很公平的分 現在很公認的一個常見的方法就是 一個人切 另外一個人選嘛 對不對 因為一個人切 他一定要盡量的想要公平 原因是因為選擇全部在他手上 他切完以後 另外一個人來選 OK 這樣子的話 一般來說 大家會認為這樣是公平的 OK 大家為了不吃虧 要盡量的去切成公平的 那另外一個 就算他覺得你切得不公平 他有權利選那個多的 所以呢 大家應該都會得到平衡 這是最簡單的想法 不過呢 這邊也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面對這個狀態 你會發現這不walk 數學上當然walk 但是呢 如果你考慮了人性 你會發現這不大walk 原因很簡單 因為大家都不想當切的 想當那個分的 那個選擇的 對不對 因為你切的那個人壓力好大 靠我要切得盡量的公平 可是選擇的人很輕鬆 而且呢 他感覺非常良好 因為他選的就是那個 他自己認為大的 對不對 對啊 所以跟你說他選走了 那你是切的那個人 其實內心是有點沮喪的 對不對 他想要切得盡量公平 可是對方選了他認為大的 所以呢 你剩下就是他認為小的 你總會覺得在心理上哪裡怪怪的 所以在真實世界通常 OK 這樣的結果並不會是非常符合數學家 講出來那麼美好 那當然 如果你把這些通通都考慮進去 OK 賽的理論就會隨著我們 這個一路上 對心理學的了解 跟對數學的了解 越來越豐富 還有越來越多的 這個理論 以及更逼近真實 好 所以我們來聊一下 今天 這個 剛才也講到 我們竟然逼近在一個學術的地方 所以我們來聊聊這個 學術的起源 其實你要知道原來玩game很早嘛 下棋都是一種game嘛 所以很早 這個在18世紀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些 這種賽局理論的雛形誕生了 那大家回想一下 那個年代的話 包括機率 差不多也是那個時候 比如特別是像法國那個年代 18世紀的時候 很多偉大的數學家 然後他們 某個程度也是不乎正業嘛 每人都想要下棋啊 賭博啊 從裡頭 誕生了這些賽局理論的雛形 那賽局說不一提 這個翻譯 是台灣地區所慣用的翻譯 那英文是game theory 如果到對岸 就是到了中國大陸 他們習慣上是叫做博義 OK 那博義這個字 搞不好更 某個程度 更揭露了它是怎麼過來的 它就是賭博嘛 以及義騎嘛 這樣變過來的 OK 好 那它的源源雖然非常的久遠 但是呢 它被認知成一門學問 主要就是有另外一個天才 OK 另外一個天才叫馮紐曼 馮紐曼 OK 他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奠定了這個賽局理論的基礎 OK 那 想要講到天才 少不得又要講他的事蹟 絕對不是要打擊各位的信心和士氣 OK 我們只是說有違的義弱士 雖然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高的一個標杆了 來看一下 那個馮紐曼 他小時候六歲的時候就用古希臘語 與父親閒談 還可以計算法威術的儲藏 這受不了 OK 然後呢 他幾乎是有過目不忘的本領 多年以後也還是一樣 OK 他的名字有縫這個字 當然是有爵位 是因為他父親把他買來的 那他一樣 22歲就拿到佛事爵位 你看這些人怎麼都怎麼回事啊 22歲要逼死誰啊 他才念大學畢業 他就要念博士 OK 然後呢 他被邀請到普林斯頓去 剛剛到美國的時候 還當地在那邊表演 墨跡電話簿 你要知道墨跡電話簿是超無聊的一件事情 因為電話簿完全沒有次序的 他們把他這東西背出來 表示喔 這個人的記憶不是普通的厲害 然後後來當然就是 普林斯頓的終身職教授 跟安斯坦等人 是最早的那四位教授 終身教授 OK 他還解決了在數學上很有名的 Hiebert的第五個問題 好啦 所以這個風友曼 而且呢 風友曼這個人 他在回憶錄上面一直在虔誠 他覺得他的一生 都覺得沒有做出什麼成績 哇靠啦 連他這樣都覺得他沒做什麼成績 你是要逼死誰啊 好 所以呢 這個天才總是不自滿的 總覺得自己要督促自己一直向上的 可是他的成就已經很令人佩服了 那他不只是在 我們剛才講的賽局理論 他在數學上面 經濟上面 在甚至是物理學上面 尤其是量子物理學相關的 在電腦科學 數值分析 很多地方 甚至水利工程他都有貢獻 所以是一個 也是個 這個 多才多益 然後全能方面的天才 那寫這本書 OK 被公認為是可能是最早在講 Game Theory的時候 就是講這個賽局理論的時候 一開始這個學問萌芽的時候的經典著作 好了 來來來來來來 講完歷史了 今天的重點 各位在座來賓可能有些人已經聽過這個故事了 不過 OK 藉由這個機會我們來回憶一下 這個是賽局理論裡頭最經典的一個例子 叫做囚犯的困境 OK 囚犯的困境這件事情也牽連著我們後來講的 跟我們人類這個進化的軌跡上面 這個問題其實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所以我們來聊一下囚犯的困境 來 如果有聽過了就複習 沒聽過了 剛好趁個機會了解一下 什麼叫囚犯的困境 來 英文的話就是President's Deema 就是一個兩難的狀態 OK 囚犯處於一個兩難的狀態 此外的故事呢 來 假設一下 所以首先這有兩名嫌疑一半 好啦 英文的話就是我自己來當的 英文的話就是陷害我來這邊演講的 徐立毅老師來客串一下 胡曉得這個在大學裡教書 好像在社會上面認知上 還算是不錯的職業 但是呢 其實我們賺的錢其實是不多的 那個這兩位大學教授 因為家裡還有這個七小要養 像這個徐立毅老師有女兒要養 然後我家裡養了一大堆寵物老鼠 這不是重點 OK 對不對 基本上我們的花費都很兇 所以讓我們的大學薪資不足以 讓我們 OK 負擔家自己怎麼辦 結果我跟他商量了 我們這兩個嫌疑伴打算就是要去搶銀行 OK 我們搶銀行 可是搶銀行還有 我們認知也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得到 太危險了 所以我們決定戴著面具去搶銀行 來來來來來 所以拿了一個拿了超人力霸王 一個拿了假面騎士的這個面具戴在臉上 OK 我們兩個去搶銀行 OK 然後警察當然這個最後還是抓到我們了 但是呢 他沒有抓到現場 他是後來抓到我們的 他只知道兩個戴著面具的傢伙 超人力霸王跟假面騎士搶了這個銀行 所以他懷疑這兩個人就是我 就是我跟徐立老師 但是呢 他們有足夠的證據 指控我們有罪 於是呢 他就把我們兩個分開來徵訓 OK 然後呢 分別跟我們見面 他提出來的條件是這樣子 因為他是分別徵訓嘛 所以他就說 欸 來來來來來來 徐立老師 這個你有兩個選擇 你一個選擇是沉默 一個人是選擇是認罪 OK 他也跟我這樣講 OK 所以你也看到 如果我們腦中 既然就對這樣的條件 會浮出一個像這樣的矩陣 這樣的矩陣 是比較學術化的寫法 可是呢 他的概念也很簡單 我跟徐立老師如果都沉默 都不認罪 警察沒有足夠的證據指控我們 OK 他只能用一些雞毛蒜皮的方法 起訴我們 所以我們只服刑一年 這小case啊 一年而已 那但是呢 如果 有一個認罪 另外一個沉默 等於說認罪那個人 可以有所謂的污點證人的禮遇 因為我承認了嘛 那我就可以無罪開示 那另外一個就得全部扛下這個罪責 所以呢 如果一個認罪 另外一個沉默 那認罪那個人 反而可以立刻開示 OK 沉默加坡就當了冤大頭 就得關十年 以這邊的例子 可以看到綠色是表示是我做的選擇 我是B 這邊做的選擇 那黃色的那邊的話 只是徐立老師 OK 所以如果我認罪 徐立老師保持沉默 他對我很有意氣 我對他超沒有意氣的 我把他給賣了 對不起 我走了 他繼續留在那邊十年 反過來 OK 徐立老師也被警察給了同樣的這個認罪條件 所以他也會這樣講 如果他認罪了 我沒有認罪 OK 然後呢 他可以獲釋 然後我就得關十年 好 所以大家看懂 這兩個是對稱的 那當然 如果兩個人認罪 因為是分開證訊的 OK 所以如果他那邊認罪我也認罪 警察說太好了 你們兩個認罪 兩個人各服刑五年 OK 好 各位 如果你是其中一個囚犯 如果你是我或者徐立老師 什麼是你的最佳選擇 這就是囚犯的困境的最根本 大家看一下 你要怎麼選擇 是你最佳策略 其實最大的難題就是 你跟你的這個同伴 沒有心電感應啊 我跟他學歷老師說還蠻麻糬的 我跟他沒有心電感應好不好 OK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會做什麼樣的選擇 如果我們把剛才的 你這畫簡單一點點 剛才這個實在太多了 我們把這個畫簡單一點點 要指哪一邊比較大 大家比較容易看 來來來來來來 這一個 浮行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很虧的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加負號好不好 這邊是負一負一 表示我們就是虧了一年 那這邊立刻獲釋就把它當作零 那浮行十年就把它當作虧食 所以我們可以把剛才的這個舉證把它寫成這樣子 寫這樣子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人的得到的結果 OK 比如說這邊黃色就代表A就是徐立老師 他如果選擇合作就是不認罪 就是保持沉默 那我也選擇合作兩個人沉默 兩個人各官一年 是這樣一個舉證 如果想一下 如果我沉默 徐立老師卻背他的我 OK 那他可以立刻獲釋 所以他是零 那我是綠色這個 我則是負十 反過來 如果徐立老師保持沉默 我背叛他 他官十年負十 他是黃色的 我是綠色的 我背叛他是零年 如果兩個互相背叛 就是各父 來 數學上面這邊你的最佳策略是什麼 來 你可以這樣想 對於徐立老師來講 他不知道我的選擇 所以他先假設 他先假設 假設我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 OK 所以我會保持沉默 如果他假設我會保持沉默 他現在的選擇就是這兩個 徐立老師的選擇就是要 跟我一樣保持沉默 還是背叛我 如果他假設我是一個不會背叛的人 是保持沉默的人 這兩個選擇 哪個對他有利 你看黃色的 零一定大於負一嘛 所以他把我賣掉最好嘛 與其官一年不如立刻就走了嘛 他說 許敬林這個人真是值得信賴啊 賣給他嘛 OK 這是他的最佳策略 OK 他贏人 他是一個脫身 好 如果他呢 說 哎呀 許敬林這個人真是不值得信賴 這叫他一定會賣我 如果他覺得他會賣我 與其他乖乖的保持沉默 被我賣掉 做個十年勞 不如他賣我 我也賣他 兩個人互相賣掉對方 那就兩個人各做五年 做五年做比做十年好嘛 所以你會發現 徐立老師的選擇就只有一種耶 無論我選擇一個 我是做這樣的 我是這樣的人 他仍然是賣掉我比較好 我是這樣的人 他還是賣掉我比較好 OK 同樣的 我也會這樣講啊 對不對 無論許敬老師是喜歡的人 他是一個不會賣同伴的人 還是要會出賣同伴的人 我的最佳策略都是綠色的那個 比較大的那一邊 對不對 我寧願立刻脫身也比做一年勞 好 我寧願做五年勞也會比做十年勞好 所以我的選擇都會往那一邊 所以如果把箭頭飆出來 那就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所以我這邊的箭頭標的都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你沒辦法去影響別人 但是呢 別人無論是哪一邊 你的選擇都是往這邊往這邊 或者是對B來講他是綠色的 綠色的話無論A怎麼選擇 他也是往這邊往這邊 所以你們注意到 你的箭頭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所以他會指向哪邊 就會指向這邊 OK 沒有箭頭往外 所以呢 導致變成一個我們叫他無法逃脫的納許均衡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都不知道對方會怎麼選擇 所以呢 你就只能為自己最佳的策略 最佳的利益去做打算 導致的結果就是把對方賣掉比較好 結果兩邊都這樣想 這個故事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 你想想看 明明他們合作是一個比較好的結果吧 他們合作的話都是做一天 都是做一年牢而已 可是最後的結果 每個人都為自己打算 最後可能把你們兩個人都做五年牢 所以呢 警察這一招這樣有效嘛 對不對 所有的現在的警察都要用類似的招數 抓到犯人了 你就把他分開來嘛 各自給他們條件 然後就說有污點證人 又使你背叛對方 原因可以他知道 因為大家都背叛的話 最後對警察來講最讚 把你通通神之以法 可是對囚犯來講超虧的 你明明知道大家都不認罪 你的結果會最好 可是呢 結果都是大家都認罪了 因為你不知道別人會不會賣掉你 好 所以呢 如果你不知道別人會不會賣掉你 你能做的就是為自己打算 為自己打算的結果就導致大家都把對方賣掉了 這就是囚犯的困境好不好 好 所以呢 剛才講到了 我們納許均衡可以這樣來定義 如果你有這個遊戲就是一個賽局的參與者 他獨自行動而得到好處 OK 也就是說 我就算是 就是 在剛才Case裡頭 就算是我改變主意了 我不要出賣對方 你的結果只會更壞 不會更好 這種情形下就叫納許均衡 所以你可以看到剛才 雖然這群人都互相出賣 但是如果有一個改變主意 我不要賣對方了 這個人只會更慘而已 不會變更好 所以導致大家都陷在那個均衡裡頭 大家都把大家都賣掉了 好 所以納許均衡就這樣一個故事 不過我這邊要稍微提一下 雖然今天的title是美麗境界 也很多來賓是看了這個美麗境界的片子來這邊 不過我這邊曝曉的一件事情是 這個電影裡頭有一個地方演錯了 他講的並不是正確的game theory 我們從電影的這一段來稍微看一下 再來接續我們等一下要討論的問題 在電影是很戲劇性 但他演出來的內容 其實是有問題的喔 OK 我們來回聊一下這個問題 大家有看懂剛才的故事吧對不對 我們曉得很懸念在追美女嘛 所以呢 這是從美女延伸出來的一個問題 我到底需不需要拿麥克風 不用喔 OK好 看了一個麥克風在前面 忽然愣住了 來 來 好 底下的討論完全是由電影延伸 這件事情雖然是拿我跟徐莉老師舉例 但跟我們過去的經歷 以及我們對女性的態度完全無關 請誤誤會好嗎 OK 我這個東西不曉得就造成誤解 來 假設我跟徐莉老師都面對這樣 剛才更加困境 我可以去追頂級美女 也可以追中等美女 那我們怎麼樣還是最佳策略 剛才有講到嘛 如果我們都去追同樣的對象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互相妨礙嘛 所以來 OK 如果我們都去追頂級美女 我們互相妨礙 結果搞到半天我們都追不到 OK 得到的分數是0 0 那我換算成心情 我們兩個都超不爽的 因為沒有女生 哈哈 帶我們女朋友 OK好 但是呢 OK 如果我們去做追中等美女 就剛才的故事來講 因為中等美女很多嘛 頂級美女很少嘛 所以中等美女很多 我們去追的話 OK 只是普通普通 得到普通女伴 再講一次 這跟我們個人的人格無關 請不要說 哇靠 上面演講的老師超爛的 是個爛男人 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舉例舉例 好吧 OK 好 最後如果我們追到中等美女 感覺普通 就剛才的電影情節來講 是這樣子 來再來 如果顛倒過來 OK 如果我去追中等美女 OK 結果那許利老師 自己偷偷地跑去追頂級美女 因為我沒有跟她競爭 OK 假設她超厲害的 她就直接給她追到了 所以呢 她追到了頂級美女 很爽 OK 4 得分4 照理我 因為追中等美女 所以我也追到一個中等美女 我應該感覺是普通嗎 可是這就是人性 對不對 我雖然追到了一個中等美女 我看她走著一個頂級美女 哇靠 我心裡就有點不爽了 好 所以呢 這邊得分還少了一點點 好不好 OK 所以 你看到這邊的得分矩陣 在這邊就有有有趣了 我們這邊是她很爽 我有點不爽 這邊是兩個都普通 這兩個是超不爽 反過來這邊對稱的情形也是一樣 如果我能騙過許利老師去追頂級美女 我追到了 我很爽 得分4 她追中的美女追到了 可是因為我看我追到頂級美女 所以有點不開心 她得1 所以各位 我們把箭頭畫出來 你會怎麼畫 以剛才的思考邏輯 你會發現 你的剛才的思考邏輯 跟這裡有點不一樣了 你的箭頭的方向不一樣了 對於許利爺老師來講 她不知道我會選哪個狀態 可是如果只看她自己的得分 只看許利爺老師的得分 她是黃色的這個A 所以你看這是2分 這是4分 她應該往下面選 她應該要走追頂級美女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在這個情形下面 這邊她是1分 這邊是0分 所以她應該要往上指 所以跟剛才有沒有不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也把我的箭頭 就是對我來說有利的選擇找出來 我會得到對稱性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面 跟剛才的囚犯的困境有點不一樣 這邊的NAS均衡有兩個 兩個都是均衡 所以呢 要嘛 我就是追頂級美女 她追中等美女 要嘛就是她追頂級美女 我追中等美女 追中又一個人 OK 比較慘一點點 所以呢 你可以跟她剛才電影裡頭 其實真正的狀態是這樣子 然後呢 我也覺得剛才電影裡頭 那個NAS均衡在虎她的同學 OK 她把她的同學全部虎去追中等美女 她可以追頂級美女 這搞不好還是她真的真心話 好不好 OK 好 這樣的一個 賽局舉證 這一個是跟剛才的這一個 球犯的困境有點不一樣 那在真正的game theory以後 它有一個名詞 OK 就如剛才的叫做球犯的困境 這麼有趣的名詞 這樣的一個賽局 我們剛才講追美女的賽局 在賽局理論以後是叫她 膽小鬼賽局 英文叫做chicken game OK chicken 你可以知道 就是老美在罵人的時候 講別人是膽小鬼 就是罵她是隻雞 OK 雞就是chicken的意思 OK 那在美國 他們有一種遊戲 OK 青少年間有一個遊戲 就是在比賽誰制膽小鬼 好 所以呢 就是有兩台車 OK 這台車 好啦 又是拿我跟徐莉老師做例子好了 OK 我們這兩個大學教授搶了銀行以後 得了一大筆錢 OK 一個人買了保時捷 一個人買了法拉利 OK 然後 其實法拉利比較貴啦 好 那這兩個人 來 就來玩起來了 chicken game 來來來來來 比一下 看看誰才是男子漢 來比兩個人對抽 一個往這邊抽 一個往這邊抽 他現在你面對的男子是怎樣 如果兩個人在老美他們怎麼玩呢 當然是 兩個人對抽嘛 有看那個 最近不是也是很紅的嘛 那個 蛤 蛤 啊 對啦 有也常有這種概念的嘛 對不對 常常看看誰比較省 對 奪命 奪命 光 光頭 光頭 對對對 太多光頭了 太多搞不清楚了 OK 所以他們基本上這樣對抽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通常主角都不用讓 都是壞人讓 因為壞人都比較膽小 好人就要衝過去就好了 OK 所以就是這樣一個遊戲 看誰是男子漢不肯讓 但是呢 OK 你可以知道 如果是一個人讓 一個人不讓 一個衝 一個讓 OK 那當然他就是贏 他輸 OK 那另外一邊也反過來 但是如果 兩個都讓呢 兩個人都最後都被膽小鬼了 一個往左一個往右 OK 平手嘛 所以你就心情上面 平手普通 那但是一個衝 一個讓 贏的人爽 輸的人不爽 但是這個不爽 只是普通不爽 你只是輸了 最不爽是什麼 我的保時捷啊 我的馬拉利啊 兩個人撞了 兩個都不讓 OK 撞車了 超不爽的 OK 所以打一條鬼賽局 跟囚犯的困境的舉證 是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跟剛才很類似嘛 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在追求 讓自己最好的狀態下面 所以呢 就徐力老師來講 他是黃色的 普通 爽 我選爽 對不對 有點不爽 跟超不爽的 我選有點不爽 所以你看到 箭頭是這樣子的 箭頭是這樣子的 所以呢 你的納許均衡 跟剛才追美女一樣 一樣是兩個 OK 好 所以如果你面對這樣的狀況 你要怎麼辦 這邊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 這個 我上課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讓同學們 去做這個遊戲 大家來比賽 來發一個賽局 誰要讓誰不讓 可是呢 大家做完選擇以後 我再問一件事情 通常大家就會 OK 改變心理了 OK 如果你參加的時候 你腦中已經會預想了 我是要讓還是不讓 我打指不讓都衝到底 我調查的結果通常是一半一半 有些人就覺得 命比較重要 有人講說 反正我還有機率贏 我就打指不讓衝到底 都有哦 這樣的人其實天生都有哦 但是呢 最神的是 如果你下來 下下來 你去參加的時候 發現對方喝得慢犯醉 還戴上墨鏡 根本像一個死小孩一樣 請問你這時候要不要讓 要啊 要啊 開玩笑 已經過得讓了啦 對方已經是這個狀態啊 你還期待他會讓 那當然只好我讓啊 各位 所以你看有沒有帶來個歧視 在這種 膽小鬼賽局的時候 你表現越狠的人 反而越贊成你 所以呢 膽小鬼賽局 在所有的電影表現裡頭 都是嗆聲那一邊 都要盡量的嗆啊 表現我就是不會讓啊 打死都不讓啊 你沒救了啊 我是不會讓的 只好你讓了 OK 好 所以你一看到啊 這樣子的關係 其實延伸到真實世界 或者是我們的自然界競爭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的膽小鬼賽局 或者是我們剛才講到 球派的困境 其實之間是可以轉換的 這種轉換 OK 通常是跟你選擇之後得到的利益有關 舉例好了 假設真實世界 OK 有兩個生物在爭取 同樣的食物資源 好啦 又是我跟徐麗老師 天啊 都是他看我們 如果我們去爭奪東西 OK 假設我們是所謂的歌派的 歌派的話 就是兩個都搶了嘛 那我們就平分嘛 歌派就是不打架 OK 我們兩個拿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好 可是如果是鷹派 我是歌派呢 鷹派的贏嘛 對不對 歌派的退讓嘛 所以勝者全拿零 然後另外一個把所有的拿走了 反之一然 OK 鷹派的占便宜 歌派的吃虧 但是呢 如果兩個都是鷹派呢 就打架了嘛 對不對 打架的結果就是 你會受傷嘛 所以你這個結果很有趣 你的結果 打 假設你打了以後 最後大家是兩敗俱傷 可是也是拿到你的成果了 你的結果原來是平分 可是因為你們打架了 所以你們的食物還要扣掉 因為你們打架 所受到的損害 才是你真正的所得 對不對 OK 所以你這邊就變一個衡量了 你的食物 你的所得 跟你打架的損失都會來一比 OK 如果這一個食物大於你的打架 所造成的損失 這邊是一個正的值 那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正的值 我們的矩陣就會像這樣 人來一樣一樣 我們看 我們看得分 OK 二分之一 看 這二分之不一和不一 當然不一好嘛 零 跟這個 因為你的所得 扣掉打架的損失 它還是大於零的 所以呢 它總是比它好 所以你往下指 所以如果你的所得非常的豐盛 基本上它是一個囚犯的困境 OK 這種英哥賽局 在你的獲得很讚的時候 你就會轉化成囚犯的困境 但是呢 如果是得不償失 所謂的得不償失就是 你的損失 我好 只搶一個小蛋糕 就兩個人打著 我靠我 骨折 OK 你腦震盪 滑得來嗎 那跑不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知道這時候就會小於零 那 你這時候就會轉換成 OK 所謂的 膽小鬼賽局 OK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有這樣的轉換的 所以在自然界 我們這個 來 自然界 你真的可以看到喔 很有趣喔 自然界裡頭的時候 你來看翔尾蛇的打架 兩人都一圈蛇就是超兇猛的對不對 抱歉 翔尾蛇的打架是鴿派的 因為他們後果太嚴重了啊 我咬你你咬我 兩個都死了 哈哈哈 那還有什麼好玩的呢嗎 所以呢 翔尾蛇的打架其實非常儀式性 非常的拼拼搖尾巴 看啊 我的尾巴搖得比你 比你兇我就贏了 好 所以他們的打架很鴿派 反而是牛蛙之間的打架 超級鷹派的 因為牛蛙怎麼打也死不了人嘛 所以兩個都超兇的 反正打不死人 所以兩個都打得非常賣力 好 我沒有養過牛蛙 不過我家剛才講的嘛 我家養了一堆寵物鼠 至少呢 我家的天竺鼠打架 當然天竺打架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家的天竺鼠沒這麼厲害 可是我們家的天竺鼠打架當然狠喔 天竺鼠就是我七真經歷 熊的天竺鼠非常喜歡打架 他們要爭地盤 所以他們會人力起來 撲過去 然後我這種作為仕途的只好去擋 打開中間 然後你這邊就會被咬 這邊也會被咬 手心手背都被咬出洞來 有夠慘的 好 所以天竺鼠咬的時候會咬出血了 真的很賣力 原因是因為他們打不死人嘛 所以他們都陰盼 所以大家可以懂了 我們這一個你的獲得跟你的損失 其實也會決定著我們的賽局的形式 OK 來 所以剛才這一個的概念通常是兩個人的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擴張啊 如果是一堆人 其實有一個非常類似的困境 這個東西叫做自願者困境 自願者困境是像怎麼樣 來 我來看好可愛的圖啊 企鵝 企鵝 他們在很多這個紀錄片上面 你看他們擠成一團 沒有人要下水 原因是什麼 下水有魚吃或不下水呢 原因是因為企鵝的天敵 企鵝的天敵是 對啊 海豹 其實海豹超殘暴的 他們吃企鵝吃的超賣力的 好啦 下面有海豹 可是也可以吃魚 那問題是來了 誰要下水當第一個 因為你不知道下面有沒有海豹啊 對不對 要是有一個人下去了 OK 那海豹去追他了 那更開心 我趕快下水 趕快去捕魚 所以壞事都給別人做 所以你們注意到 這個其實等於是一種 多人版的囚犯困境 好不好 啊不是 胆小鬼在局 抱歉 多人版的胆小鬼在局 你都希望別人下去 你不要下去 OK 所以呢 這個舉戰我就不詳細分析了 你可以感覺到 你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你的最好就是 跟剛才一樣嘛 我們剛才講的 才會挑鬼在局 最好的結果就是 對方 對方讓 你不讓 那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每個人都這樣講 最好是別人下水 我不要下水 好 所以大家卡在那邊 好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雖然是動物的 但是真實 比較殘忍的是 戰爭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 對 像這個是搶救雷恩大兵 大家都知道 你搶他 最慘 大家都打他 你還後面躲在後面安全 可是沒有人要當第一個 OK 膽小鬼賽局的多人版 就是造成這種自願者困境 沒有人要自願 因為自願哪個人才 OK 好 那同樣的 剛才朱老師可以講到 我們現在大家可以念 零的 就是 缺水的危機 這缺水危機就是一個 多人版的 囚犯的困境 大家可以猜到啦 OK 這個是唐貝來常來講 對不對 這邊是用農地 來作為比喻 但是你也可以先 直接我們拿我們現在缺水的狀態來想 詳細的數學 我也不囉嗦了 就是 不多講了 因為概念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掌握 因為 它是一個多人版的囚犯的困境 每個人都想 大家都遵守 現水 大家都用一點點 大家可以很平安的度過難關 理解方法最好的是這樣子 就好像囚犯大家都互相的 不出賣 出賣對方 每個人都瞞著警察 大家可以最好 但是呢 結果就是 每個人面對的困境都是 把對方賣掉 你更有利益 你也不知道對方會不會賣 所以你還是把對方賣的最好 導致每個人都賣 每個人都違反規定 每個人都偷偷用水 導致大家都沒水用 這就是一個多人版的囚犯困境 好 其實不只是我們的現水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國際也是一樣 國際就是我們曉得 我們現在有溫室效應 所以我們要簽第一所謂的 京都議定書 每個國家 你們的排放碳的量其實有限的 OK 那當然這種情形下面 你面對問題的人是一樣 這個別人都很省 我可以自己多放一點 不是超爽的嗎 對不對 可是美國國家都打定這樣的主意的話 OK 那就慘了 大家還是會多放二氧化碳 整個地球還是會被毀了 OK 所以我們的囚犯的困境 當然還有其他的 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我們跳掉一些 來來來來 所以呢 囚犯的困境 你可以說 欸我又不當囚犯 有沒有 你們兩個窮極無聊的大學教授 要搶監是他們家的事 可是我們要提醒的是 這其實是大家都會面對的 以剛才缺水為例 大家都得面對 甚至各位以後可能面對一些商場競爭的時候 也是類似的 OK 比如說大學旁邊才有一些賣吃的嘛 這邊以兩家最有名的pizza來舉例 對不對 pizza的話 他們其實如果合作 賣貴 OK 賺很多錢 OK 一邊消價競爭 可以賺很多 另一邊被消價了就砍了 就導致大家走 大家都消價 大家都消價競爭 大家賺得少 可是呢 這就是求關困境造成的嘛 對於消費者來講 超爽的 對不對 如果大家都消價競爭 你就很棒了嘛 OK 可是對於廠商 他們合作雖然比較爽 但是還是會落到這個NASH均衡 他們不爽 怎麼辦 OK 就科學上 你怎麼辦的話 你一個想法就是 OK 我們真實世界 有時候不是那麼悲觀 因為你不是只有所謂的零和遊戲 什麼叫零和呢 就是像蛋糕 它是有限的 OK 你一邊拿得多 另外一邊就拿得少 可是在真實世界 如果說我們大家合作 有時候你創造出來的 會比原來大家不合作更多 所以它總數不是加起來一個人多一個人少 而是大家一起把這個市場做大 OK 這樣的情形下面的話 大家有可能合作 OK 那當然呢 可以雙贏 也可以雙輸 那這樣子的情形 當然大家就可以透過一些資訊交流啦 打個電話 拜託啦 我們一起商量一下啦 我們就一起壟斷這個生意 當然這個就法律的觀點 法律的觀點就是壟斷市場 這有法律上的問題 但是就商家來講 如果他們能透過談判默契合作合約 資訊交流 大家一起合作 OK 其實他們就可以避開剛才的囚犯困境了嘛 對不對